各位大家早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那个第十章的 滤镜收藏馆 那滤镜收藏馆 它有很多的项目 那我们来看 我们打开我们的第一张相片 第一张的这张相片 那我们可以看到 滤镜收藏馆在滤镜里面 选单的滤镜里面 滤镜收藏馆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滤镜收藏馆 那这个滤镜收藏馆里面 有很多的 的功能 的效果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扭曲 扭曲里面有玻璃效果 海浪效果跟扩散效果 风格化里面有一个边缘 亮光化效果 那纹理呢 有拼贴 纹理化 彩绘玻璃 有这几个功能 纹理 内容 素描 就是主要是黑白的 还有一个丝织的效果 这些功能都非常的好用 可以让你的相片 如果你要把它艺术化的话 这边的功能 超好用 还有笔触的功能 笔触 笔触 好 还有一个艺术缝 艺术缝 最下面的艺术缝 艺术缝功能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选不好选 你也可以选这边 它有这么多可以让你选 左边跟右边是一样的都可以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选进来图 这放大缩小你就可以按缩小 或是Ctrl- 你也可以把它缩小 你就可以看到你所选的效果的不一样 好 那我选了玻璃彩绘 边缘亮光化 石膏 它各有不同的立体浮调 也是 它有不同的样子出来 所以它这边的效果真的很好用 如果你对雕刻有兴趣 你可以先做这个 或是你对树苗有兴趣 你可以先做 然后再来 再来做 再来做雕刻或是树苗 蛮好用的一个工具 好 那我现在开始来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 课本第一个介绍的是 风格化这个边缘亮光化 这边缘亮光化 会选择边缘的大小 边缘的大小 这边可以选边缘的大小 好 亮度 亮度 亮一点 或是平滑度 平滑一点 好 那这些都可以选择你想要的 你想要的 平滑度 当然我们 我们这些功能 除了可以把它变成边缘量化以外 其实老实话 它还有其他的功能 那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边缘量光化 那我们边缘亮度把它调亮 调亮 亮度再把它调亮 调亮 不要太平滑 OK按确定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朵花 看到这朵花 那我们刚才没有把它复制起来 那我们再做一次 应该把原来的花先留起来 好 那我们先开始来做 第一张我们先把它 互制一张 或是Ctrl J互制一张 那我们来做这一张的 滤镜收藏馆的第一个图片 叫做边缘亮光化 那边缘的部分 把它调小一点 光度调高一点 平滑度不要 按确定 这样就我们就产生了这一张图 很漂亮的一张图 那这个边缘 其实边缘有好处 可以拿来强化我们的边缘 像我们这一个花 这茶花 茶花我们可以强化它的边缘 那怎么来强化它的边缘 好 那我们来试一试看看 给大家看 你可以先把它变成黑白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滤镜 把它调整成黑白的 好 先把它按确证 调整黑白 好 黑白了以后 我们也可以再做什么 我们也可以把它调整 互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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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没有看到这个 有互变效果 好 那这个互变效果 我们只要中间的线 其实我们也可以调一下 中间的线 假如你不调也没关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下面的这个线 可以套在我们这一张图上面 好 那我们可以先把 这我们的效果 先把它合并起来 我们按 我们先按把它合并起来 好 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以后嘛 原来的效果关掉 这一张单纯给它做 做覆盖 你看 就有覆盖在上面 有看到 你看这花 我再做一次给大家看 它就有边缘了 有没有 是一个很好用的 效果边缘 那其实你可以不要调这么高 你可以把它调淡一点 调淡一点 有看到吗 很漂亮 变得很漂亮 再淡一点点 淡一点 你就发现这一朵花 的边缘亮度不一样了 好 所以边缘亮度不是只有它 可以调它本身的亮度 你还可以套在别的物理上 强调它的边缘亮度 你看一下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好 有 好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第一个工具 好 第二个工具 看完以后我们来继续看 其他的几个工具 好 我们一样再互制一份 回到原来再互制一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绿菌收藏馆的 第一个风格外以外 它一个是扭曲 第一个是扭曲 扭曲里面其实一个玻璃效果 很好用的玻璃效果 很漂亮 有看到吗 一个玻璃效果 超好用的玻璃效果 好 除了这个玻璃效果 它还有其他的效果 我们回去再做一次它的效果 其实它有一个是 我们再回去再做一个 好 滤镜收藏馆的效果 好 它们有扩散光运 也是蛮好用的 它里面可以调栗子大小 栗子大小 可以调栗子大小 很漂亮的一个功能 很漂亮的功能 好 这个一个很漂亮的花的功能 如果你要用这个光运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做成不一样的花朵 也是蛮漂亮的 好 再来我继续跟各位介绍 它还有一个功能 它有总共有六项功能 那我先初步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滤镜收藏馆里面 除了扭曲 风格化 还有一个是纹理 纹理也不错 纹理里面有一个叫做 千砖效果 千砖效果 哇 那很漂亮啊 如果你看千砖效果 也是蛮漂亮的一个效果 好 再来是我们再回去 它另外一个效果是 一个效果是叫做彩绘玻璃 好 那彩绘玻璃用在我们的教堂很多 所以你可以用到用很多的大小 边界粗细的大小 我们可以小一点 光源强度弱一点 光源强度弱 好 那我们把他们的表格再放大一点 好 那这样就很漂亮 好 那其实我们 其实这个做好以后 我们套在我们 我们的花上面也很漂亮 如果你用什么光源 用个强烈光源 好 我们用用比较淡的光源 好 比较强烈光源 用螺 可以让 好 好 一个比较淡的光源 好 好 一样可以让你的花变得很漂亮 色彩色彩增强太亮 好 色彩增强太亮 好 我们可以让这个变光源 好 我们用绿色的光源 好 螺光 好 那我们用户盖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调小一点 可以让它有一点的感觉 这个是用在玻璃上会更好 如果我们刚才如果已经有套用了 那个玻璃再用这个会更好 更好 所以我们来做一次 我们再做一次 好 那我们这个可以用两个 等一下再教你们用两个 第一个我们先做第一个 玻璃 我们再做一次玻璃 好 做个钢崖上面的玻璃 扭曲里面的玻璃 按确定 好 然后再套上去 我们的那个彩 那个方块彩绘的 那个两个你看 就有个彩绘玻璃那样子 所以说它是可以套用在两个上面 可以套用在两个上面的 好 那这是彩 这是玻璃扭曲的部分 还有 风格化两个部分 可以运用 还有纹理 它可以相互来运用 好 那我现在再继续跟各位介绍一个 工具是 数秒 一二三四 那数秒里面其实有蛮多的功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洛广 洛广 好 洛广它可以让它看起来很像一个 哇 水晶 有看到吗 水晶的样子 水晶 但是按按你可能 这样看可能不是很清楚 好 那我们再来做一次 再做一次 好 我们再做一次 因为我们要五字一份 好 在绿镜里面 艺术收藏馆 做洛广 洛广 我们再做一次按确定 你看洛广 好 那洛广我们要放在这个花上面 其实你这样看是没有颜色 但是它有 已经有那个水纹的样子 其实如果你拍脸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种来做 水纹 蛮漂亮的 你让它凌解 好 那我让它凌解的话怎么办 我们用一个绿色 绿色 好 你看 很看是白玉 很像白玉 如果你用绿色 其实你用绿色以外 你用变量看看 哇 更像玉 蛮漂亮的 所以说这个滤镜的功能 也不一定只有可以做这样 它可以用不同的配合 让你的色彩会更漂亮 好 那我们再回到原来的图案 我先初步跟各位介绍一下 再细部来 跟一个一个改 跟各位介绍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其他的 好 那我们可以再做一次 好 那我们可以再来往下看 滤镜 收藏管 我们刚才看到树苗 还有笔触 笔触也很好用 它可以拿来当做什么 那个 那个树 树苗里面 墨画也是一样 其实墨画也是蛮漂亮的 我们给你们看墨画好了 墨画我们就选墨画 按确定 这边你可以先看一下你的效果 墨画的效果 有看到墨画的效果 但是墨画的效果 这样色彩太深 好 色彩太深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它有墨画的效果 墨画的效果 那这个墨画的效果 最好是可以用淡一点 好 那我们把它弄淡一点 弄淡一点 再来弄墨画的效果 好 那先 好 那我们先把它做 合成墨 好 这个也会用在树枝里面 会比较好看 它虽然这个是 要用墨画 我们把它做成 做成黑白的 好 那我们再把它加成 那个黑白的 好 黑白的 好 黑白的 黑白了以后 我们再来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好 再做一次 好 那我们这一张图 我们把它再来做一次 墨画 好 那有这些功能 或者是素描 都蛮好看的 都蛮好看 那我们再给它做一次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墨画 好 那我们笔数 给它加深一点 加深一点 好 加深一点 对比它加高一点 好 那这样就可以 要我们的有一些 墨画 墨画 好 那这样你可以是 用在不同的 的地方 用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是墨画的部分 可以改变里面的 体质 性质 好 那我下一个 再介绍下一个 这个墨画 我们也可以留着 好 那我们可以 再做下一个 我们再互制一份 好 那下一个 滤镜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滤镜收藏馆 里面有一个 叫做艺术缝 其实这个艺术缝 也蛮好用的 其实它有很多的 出焚蜡笔 这个我也蛮喜欢用的 调色刀也是蛮好用的 壁画也是 那我做一个调色刀 给大家看 好 调色刀 它其实可以调整 笔触的大小 笔触的大小 可以调大一点 濕布大一点 柔度 柔软度高一点 好 笔触 然后我们把它调高 夸张一点 哇 这样就有点像是那个 那个水彩的一块一块 比较像水彩 但是如果加上那个 细纹会不会更好看 好 那我们来加一个 细纹看看 那我们把背景再互制一份 把它拉到上面 拉到上面 然后把它关掉 好 那个这个我们就用 前面所讲过的 那个 红格画里面的 量化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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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做一次 按缺点 这个量化边缘 我们把它变成 黑白 把它变成什么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互片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好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 加在我们的图片上面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加呢 好 我们可不可以用 覆盖来加呢 看看 覆盖 它就鲜了 很像水彩花 超香的 有点水彩 然后有比在上面 如果你怕太浓 你把它弄淡一点 弄淡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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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不是很香 好 你看就可以 马上的就可以做一张花 所以说 这些效果是可以很好用的 你看 这一张一张效果 然后我们 可以把它 我们把它裁剪起来 把它加个框好了 你就会觉得 我们在我们绿经里面 一个风格画里面 一个相框 风格画里面有一个相框 我们把它这个相框把它套上去 好了 好 是在颜色很散色上面 一个图片框 好 那我们把这个加一个图片框上去 你就觉得 嗯 是有点像油画 但是好像要多一点白边 白边 好 那这张画就完成了 这张画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我们还是把它做好了 好 那我们先不要扩 先不要加框 之前把它一个影像把它扩整 我每次做图都会做到 做到 做到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好 这个是两公分 好 那我们加一个 两公分的白边 好 两公分的白边 框跟高的两公分的白边 按确定 它就会加两公分 好 那我们再做好以后 我们再加一个白边 好 滤镜里面的 面酸上升 加图片框 再加一个框 好 这样是不是就得好 得好一张的 好像是画作的作品 好 滤镜首长管理很多 那我们 就从 会从第一个开始讲 这个图片 大家可以先上去试看看 看看这几个有哪些功能